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一次新年号 2021年我们挥别了 人都有些记忆 记忆中的你 记得2021什么 记得疫情吗 记得当时没有疫苗的恐惧吗 有些人记得的是阿富汗事件 台湾可能有些人记得的是王力宏事件 那是私人的事 但是在2021年 科学家也好 或者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所居住的地球 所发生的很多事情 都有了他们的第一次 我们帮你记录2021年 属于大自然 跟属于很多很特殊地区 与所忽略的第一次 起起伏伏的新冠疫情 顿时一无所有的阿富汗难民 是很多人2021年的记忆 淹没在这些铺天盖地的大新闻中 有位时报想告诉你 2021年有许多你所不知道 第一次发生的事 9月第一次有无人驾驶船 驶入四级风暴 预风山姆的暴风中心 让科学家可以更好了解 预风加剧的过程 在世界海洋日当天 国家地理学会正式将环绕 南极洲的洋流 命名为南大洋 并在绘制的新地图里 第一次标出了这一片水域 还有光可能无法逃离黑洞 但是天文学家第一次观察到 光在距离地球八亿光年的 一个黑洞后面弯曲 证实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专家警告说 这场第一次在八月观测到的雨 是全球气候变迁的 又一个例证 另外法国第一次召回了驻美大使 是美法自1778年结盟以来第一次 因为美国与澳洲英国 签署安全协议AUKUS 使澳洲能使用美国技术 生产核动力潜艇 澳洲因而背弃了先前与法国 签署的价值数十亿美元协议 也是第一次 2021年联合国报告证明 土耳其制造的无人机 部署在了利比亚 成为首个记录在案 允许AI无人机搜寻 并杀死人类目标的案例 苦难总会过去 只要准备好 2021年也有许多令人振奋的 一 四 三 二 五 参与天龙号 SpaceX的天龙号 载着其四名机组人员 在没有专业太空员的情况下 绕地球飞行三天 NASA毅力号探测器 第一次在火星上制造武器 在地球上 西藏开通了第一列电气化火车 电动车在欧洲的销量 也第一次超越柴油汽车 世界上第一所 由3D列印建造的学校 7月在非洲马拉威开学 学校由英国开发公司 和瑞士建材集团合资的公司建造 希望这种快速且实惠的技术 能解决非洲学校严重不足的问题 人类还第一次 做出能连结人脑与电脑的装置 肢体瘫痪的受试者 透过布朗大学设计出的装置 仅凭想象就能写字或移动机械肢体 这个年载的新闻声 新闻标注 我们需要我们把我们的第一次出发 在新闻的系统 在2021年转移行 我们继续持续持续疫情 新闻新闻工作 全新闻新闻的内容 新闻新闻在香港的灾 permett 每个易轮项 内外风际 這個恨和不穩定 繼續進行進行 我們會有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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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想總是實現 只是有時候要花很長時間 我認為疫情 疫情有明顯 我們有世界共和平民的問題 沒有一個國家 也沒有一個人能解決 只能解決 2021年3月 伊維拉創造歷史 成為世貿組織第一位非裔 也是首位女性秘書長 這個第一次就更久了 200多年來 荷蘭國家博物館第一次展出 三幅女性畫家的畫作 2021年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也是為女性 她是第一位過此榮譽的非律賓人 以為成為善良 我們必須相信世界上有善良 成為你最優秀的 我明白 即使我們憤怒 即使我們痛苦 即使我們希望 即使我們疲累 即使我們會永遠結合 勝利 聚每一個人在困境的人